第十八集 都是我的错 公路上,刘震把车停在了人烟稀少的路边,她下车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车辆尾随后,随即又上了车。 伊林深情地看着刘震,两人正要接吻之际,听到了迈克的声音。 迈克和月月一起说道, 伊林!伊林! 正要接吻的两人吓得急忙看向车窗外,看到月月和迈克站在车窗外,刘震生气地下了车。 刘震说道,太扫兴了,我回去我回去,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招,告诉老板,我这就回去。 迈克急忙拽住刘震的手臂,不让他离开。 迈克说道,我都说了,我们不是来跟踪你们的。 刘震苦涩地说,那你们跟踪我们一路,然后告诉我,不是你们来跟踪我们的。 迈克抓着刘震看着月月。 月月敲了敲副驾驶的窗户。 伊林,车窗摇下来,我们有话对你说。 伊林哭丧着一张脸,说道,你们,你们到底想做什么呀? 月月说道,我跟月月真的真的很对不起你,希望你能接受我们俩的道歉。 伊林哭泣道,我接受,我接受,随便你们想做什么都行。 迈克放开刘震的手臂,刘震急忙上了车,迅速驾车驶离。 公路上,伊林坐在车里流着泪,刘震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伊林流露出几分愧疚。 刘震说道,对不起啊,我现在就送你回家。 路边,月月和迈克看着刘震的车逐渐远离,开心地朝他们挥了挥手。 月月说道,这回的道歉力度够了吧,也该换回来了吧。 迈克说,环美。 月月说,虽然作为迈克的这段时日生活有些苦,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还有点羡慕你这副帅气的皮囊。 迈克说,变成月月生活的这段日子,对我来说也是一段难得的回忆了。 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抓着彼此的手闭上了眼睛。 迈克和月月同时说道,拜托。 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变化,连人烦躁地放下彼此的手。 迈克说道,不是这么搞的,看来电影就是电影。 月月想了想说,对了,应该要魔女解除咒语才行啊,只有伊林说出我原谅你们这句话,应该才可以解除咒语吧。 伊林家停车场,刘震和伊林下了车,刘震搂着伊林的肩膀走向玄关,娇弱的伊林依偎在刘震的怀里。 地下电梯门口,刘震和伊林正在等电梯时,此时紧急通道的门被打开了,两个人本能地朝那边看了一眼,没有看到人。 此时,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迈克和月月站在电梯内。 迈克和月月同时叫道,伊林,伊林爆发道,我受够了。 伊林走进电梯,电梯内,伊林用脚踹向月月的脸,迈克的头发被伊林用力拽住,露出痛苦的表情。 伊林用一只手抓住月月的伊林,另外一只手抓住迈克的伊林摇晃起来,刘震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伊林家楼层电梯外,电梯门打开后,伊林和刘震挽着手走出电梯,此时迈克伸出手抓住伊林的脚腕,伊林转过身,看着被自己打到遍体鳞伤的月月和迈克趴在电梯内。 迈克趴在电梯的地板上,死死地抓住伊林的脚腕不放,迈克迫切地说,伊林,求你了,求你说一句原谅我们。 伊林低下头,无奈地看着两人,月月和迈克也恳切地看着伊林,伊林叹了口气说道,唉,好吧,我原谅你们了。 月月和迈克听到伊林的话,这才松口气,迈克也放开了抓住伊林脚腕的手,此时电梯门慢慢地关上了。 刘震问道,伊林,你之前学过武术? 伊林再次变得温柔娇弱。 学过一点点防身术,伊林娇弱地意味在刘震怀里,刘震眼中却闪过了一丝恐惧。 月月家门口,迈克的车停在月月家门口,月月和迈克被伊林打得遍体鳞伤,头发蓬乱,并且沉默不语。 迈克说道,到现在还没变回来,好像不是这个原因,我们也确实诚心道歉了。 月月生气地说,老师说,开掉伊林不是你的错。 迈克问道,什么意思啊? 月月兴奋道,就像手术也不是伊林的错一样,你也是没有办法。 迈克说,手术只是借口。 迈克开始回响。 2SYS办公室内,迈克把女模特的简历扔到桌子上。 迈克说道,我不想换模特。 维维安说,起码先见见新的模特嘛,就见一下。 迈克说,是江会长的主意吧。 维维安说,他也是为了我们好。 迈克说,我不见,他是为了钱。 维维安冰冷地说,那你也得放弃伊林。 维维安把伊林和刘震从酒店里出来的照片递给迈克。 维维安说道,我放弃江会长,你放弃伊林。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借给你。 迈克说道,不用。 维维安说,那我当你答应了。 维维安满意地笑了起来,回想结束。 月月说道,原来维维安是为了找新的投资人才开掉伊林的。 迈克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初不该惹她的。 月月说,那你为什么说她是皱巴巴的包装纸啊,这种话多伤人啊。 迈克说,我是为了让她清醒一点,不然以她的资历,太可惜了。 月月听着迈克的话沉默不语。 迈克工作室内,亨利开门走进昏暗的房间内。 亨利说道,哥,还没回来啊,这是什么呀,重新设计的吗? 亨利走进来,看到桌子上放着学生给的作品集,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放回到桌子上了。 月月家内,迈克默默地注视着月月。 有一瞬间,月月跟迈克的视线相撞在一起,又很快把头转过去。 迈克说道, 唉,当初我应该跟他说明实情以及我的苦衷的,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此时,夜空中电闪雷鸣,听到雷声的两人吓得再次对视了一眼,随即同时看向了天空。 月月家门口,闪电穿过云彩,随即听见一声雷鸣,随着砰的一声,雷电再次劈中迈克的车。 小يد和雷鸣,随心雷,随心雷鸣,随心雷鸣的车。 小西纸,随心雷鸣,随心雷鸣,随心雷鸣。 小西纸,随心雷鸣。 小西纸像。